赵铁明疑惑道 可是 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破案也是同一个道理啊 大部分的案子 都很简单 就像四次方以内的方程 通过调查取证 把各种线索 汇集到一起 按照固定的常规破案套路 就像带入公式 马上能找到嫌疑人是谁 可是 这次案子不同 凶手很高明 案发后留下的线索 不足以推断出谁是嫌疑人 这就像我说的高次方程 没有公式可套 常规方法 无法找到答案 赵铁明微眯着眼 常规办案手段 找不出嫌疑人 那你的意思 严良用粉笔 在黑板上快速写下三个字 代入法 赵铁明思索着说 你是想 先找出可疑对象 再把可疑对象放到案子中 假定他是罪犯 然后看一看 他是否符合案子中的凶手特征 严良点点头 没错 这样子啊 无法正向推理得出凶手 只能反过来 先确定凶手 然后再判断 如果是他犯罪的话 一切是否能解释得通 赵铁明立刻问 那你已经有了嫌疑人人选了 严良点点头 赵铁明急忙问 是谁啊 我还不太确定 在我完全确定之前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这次案情 复杂度 超过了我的想象 两起截然不同的命案 就像两个高次方程 组成的方程组 而需要求解的未知数 未必只有一个 也许 是三个 他的目光 投向了窗外遥远处 过了片刻 接着说 解方程的第一步 是明确方程组里 究竟有几个未知数 然后 再把几个数带入 判断是否 就是要找的答案 我现在要做的 正是判断方程组里 一共有几个未知数 接下来 我会找出这几个未知数 把它们带入 最后 验证方程组 是否成立 那时 就需要你们这边的调查 取证工作了 好吧 赵铁明表情透着无奈 严良的脾气他很清楚 而且 严良也不是他下属 他没法强迫严良 如果换成他手下任何一个 谈破案 居然谈到了领导 几十年没碰到过的解方程 他早就上去掐死他了 赵铁明只好换了一个话题 你看过卷宗之后 对凶手为什么给死者插一根烟 徐天丁的案子里 凶手又为什么 要在死者身上割血条 这几个问题 有什么看法吗 我说过了 这次的方程组 出题的人太高明了 留下的函数非常多 无法直接解算得出答案 必须用代入法 而你的这几个问题 是解方程的最后一步 验证方程是否成立时 而到了那一步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已经忽之欲出了 所以 现在这几个问题 不用着急 赵铁明皱着眉 强忍着拆掉数学系教学楼的冲动 听严良传播了一回数学思想 只好敷衍着 啊 也许你这种很特别的破案思路 真很特别 也不妨尝试啊 现在 我有两个问题 需要你来核实 你说 孙洪运的尸体 还在试局吗 啊 在法医兵库里 暂时还没有火化 请查验一下 孙洪运的尸体不自等数 看看 是否有类似于 灼烧留下的痕迹 啊 为什么 见严良不再宣教数学理论 赵铁明也瞬间恢复了好奇心 那么